在過去十幾年,我去了這麼多地方看蝴蝶 究竟哪一次旅程的印象是最深刻難忘呢? 坐著入水的船沿著亞馬遜河找蝴蝶 在新機內亞找天堂鳥的蝶,結果因為暴雨引起山洪暴發,被困山上一晚 在廣東南嶺找到中國從未有紀錄的新品種? 還是在喀麥龍拍到一種從未有人在野外拍過的蝴蝶? 在世界不同地方看蝴蝶,各有各精彩 而講到最特別的體驗之一,就要數到上雪山搭雪沉蝶 今集的主角艾文娟蝶,他是極地蝴蝶的代表 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於蝴蝶的小知識 和我找蝴蝶的故事 什麼極地那麼冷都有蝴蝶? 首先,南極大陸是有企鵝,沒有蝴蝶 不過在北極圈內外土地上反而有不少蝴蝶 而那些就是我們所謂的極地蝴蝶 以今集主角艾文娟蝶來講 他主要分佈在俄羅斯的西伯利亞 美國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肉胸地區 娟蝶的拉丁學名,Panarsis 應該是來自希臘的帕納失斯山 有高山蝴蝶的意思 至於中文名娟蝶,可能是因為這個屬 是少數會吐司傑茧的蝴蝶 和上一集提過的斑蝶不同 艾文娟蝶不會做季節性遷徵 他們是動原上的永久居民 和小極地蝴蝶一樣 他們生長周期相當長 以艾文娟蝶來講 主要是一種兩年生的蝴蝶 所謂兩年生的蝴蝶 就是指生長周期長達兩年 在洞原度過兩個冬季 其實相當不簡單 因為洞原的冬季是非常冷的 氣溫大約是涉事的 零下30度至零下45度 可以說是由極端環境 造就極不平凡的一生 所以上集提到斑蝶的大千璽 一來一回飛四五千公里 當然是很厲害 但原來留在北方道東的蝴蝶 一樣是很厲害的 究竟找這種極地蝴蝶難不難? 如果要在西伯利亞、阿拉斯加 欲空地區找的話 應該就不容易了 一來地點資訊不多 二來交通似乎不太方便 很有可能需要在合適的地方 住上一段時間 不過原來一個大家都很熟悉 而又不是太難去的地方 在那裏有清楚的登山路線 而且這條路線是由政府維護的 這個地方就是日本的北海道 不過北海道雖然出了名動 但跟西伯利亞、阿拉斯加比還有距離 為何會有極地蝴蝶? 原來在大約二萬年前的冰河時期 艾文捐蝶應該有更廣泛的分佈 但隨著氣候暖化 留在較南方的族群 就被迫向高山航地找合適的淒地 久而久之就住在高山上 成為被孤立的族群 目前艾文捐蝶在日本的北海道大雪山 中國朝鮮之間的長白山都有分佈 北海道是香港人旅遊熱點之一 不少香港朋友可能已經跟旅行團 唯一自由行團去過了 而事實上當初會想到去北海道找艾文捐蝶 主要都是因為跟朋友去那邊度假 那次是由我巨熊化身為Kumasan 打造出一個一日午餐的暴飲暴食之旅 不過那是另一個故事 或者日後我開另一個系列的時候再說 在那次旅程期間 剛剛好就是艾文捐蝶成蝶的活躍期 所以當時是打算中途稍微離隊 自己一個人去找蝴蝶的 艾文捐蝶在北海道的分佈非常合宅 只可以在大雪山角立公園部分的高山上找到 考慮到蝴蝶出沒地點的確定性 登山路線的難度和危險性 我最後選擇在旅遊熱點陳雲峽附近的地方登山 雖然陳雲峽是香港的旅遊熱點之一 不過艾文捐蝶出沒的地方 絕對不是一些隨便可以去打卡的地方 而實際上搭雪沉蝶不是好像字面上那麼詩情畫意 旅程需要嚴謹備戰 就正如臨墓站裡的提示一樣 裝備、知識、體力缺一不可 因為真正的關鍵是安全登山之後 亦都能夠安全歸家 找不到隻蝴蝶可以再來過 正所謂公辱善其事必先利其氣 我們先說一說裝備 針對這個有雪又有紅的地方 裝備和一般在香港登山遠足當然有點不同 山區天氣多變可以突然變得非常冷 所以即使上山的時候不是很冷 甚至有點熱 都是要帶備能夠防風和防水的遇行衣物 尋找艾文捐蝶的理想時間 是6月底至7月上旬 而這段時間就是它記主植物 奇妙荷包茅丹的花旗 時間上雖然是夏天 不過要找這隻蝴蝶 一定會經過幾段雪溪 當地的雪溪一般都要去到9月才完全溶化 而登山必經的幾條雪溪 就是旅程裏面最大的風險 所以雪地裝備是非常重要的 簡單來說 在這種地形一個不小心失足線一下 就可能由雪波頂一滑到底 滑過雪的朋友應該會明白究竟這件事有多恐怖了 而冰爪和成對的行山像 可以大大降低在雪溪失足的機會 山上是中紅活躍的淒地 所以在區內活動 認識多些相關的小知識會比較好 坊間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例如上山要帶驅熊靈 遇到熊的時候千萬不要走去爬樹 見到黑熊的時候就要戰鬥到底 而見到中紅的時候就要炸死 不過我覺得比較簡單實際的是 美國國家公園的建議 首先大家不要喜歡病想腦 幻想怎樣和中紅戰鬥壞一堆死 一切要以避開危險為大前提 正如網站跟大家說 Be a noisy hacker 唱歌、說話、佩戴驅熊靈和戴鼻哨子 都是非常實際的做法 講完裝備之後 另一個關鍵就是知識 登山前一定要確定天氣之順 只要在全日天晴 風不大日子 才適合上山找蝴蝶 如果天氣不合適的話 一來登山會有危險 二來蝴蝶如果曬不夠太陽的話 它會直接全日休息 事實上因為天氣和路況的問題 我在兩年裏三度去北海道才成功登山找到一隻艾文捐碟 在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有一個有趣的發現 原來在日本有不少行山客都認錯了這隻蝴蝶 圖片裏面的這隻是捐粉碟 它是疑太城捐碟的無牌貨 而這隻就是最多人搞錯的金鳳碟 它偶然都會在香港出現 山長水遠長途拔洩去到北海道 拍到一隻香港都有的蝴蝶 這個玩笑就不太好 而這隻就是我們今次的目標捐民捐碟 上雪山找蝴蝶之前 一定要好好溫習一下 拍清楚蝴蝶是什麼樣子 另外在登山之前 記得要看清楚所有登山守則 上山和離開的時候都要自行登記 山上沒有洗手間 也不容許大家隨處大小便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 要自備容器 要注意不可以偏離指定的行走路線 以及不可以闖入遺風地區 走過三大雪溪 到達了這次的目的地 找蝴蝶的金科玉律 就是先找記主植物 這種就是艾文捐碟的記主植物 奇妙荷包茅丹 它是恩宿科的植物 全棵有毒 而吃它長大的艾文捐碟 也因此帶毒 還記不記得之前提過的登山守則 不可以偏離指定的行走路線 不可以闖進遺風地區 在高山凍原上面 植物每年的生長期都非常短 所以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生態環境 這種環境沒有辦法承受 由人隨意踐踏 所以大家絕對不可以闖入遺風地區 但是這麼大座山 封得只有一條走廊可以活動 那怎麼拍照呢 在這個時刻 大家只可以等運到 只要在正確的季節 正確地點 合適的天氣下 就多數能夠看到這種蝴蝶了 咦?最先出現的是另一種極地蝴蝶 他就是淡走眼蝶 他的眼睛雖然一般 不過他也是貨真價實的極地蝴蝶 而且他還是比艾文捐蝶更稀有的存在 等了不太久 主角終於出現 在那裡在那裡 這一刻真的相當興奮 為了這種蝴蝶 兩年來去了三次北海道 第一年因為暴雨 山路被沖毀而失敗 第二年 山路未能如期整好 結果又失敗 最終確定山路正式開通 又確定到天氣預報是天晴 馬上快閃去北海道 受制於活動範圍 拍到的相片和影片都不太理想 有一些意猶未盡 不過看一看手錶 都是時間要快快下山了 因為陽光一旦被山細遮住 雪溪就會變得很冷 而臨走前 我看到北海道第三種極地蝴蝶 佛珍甲蝶 不過它是一種分布比較廣的蝴蝶 去到瑞典、挪威 看北極光的地方都有分布 可能有人會問 咦?雪山上面的蝴蝶品種好像少些 的確雪山上面的蝴蝶真的不多 因為始終它是一個非常嚴苛的環境 而在北海道低地有更多不同的蝴蝶 路線難度也低很多 將來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集我們會去到南半球 看看澳洲蝴蝶的魅力 敬請期待 出現了 請期待 請期待 感谢观看